森林中插满了简陋的木制十字架 上头用黑笔标示着一个个数字 乌军刚自俄军手中收复的195 城镇外围树林发现让人胆寒的事实 乌克兰当局表示总共发现了450座坟墓 有些上面标示有死者的姓名历史 但更多的只写下一个数字 其中一处甚至总共埋了17具遗体 都属于乌克兰士兵 有些人手上还绑着黄蓝色的乌克兰国旗颜色手环 当地居民说 俄军也没用尸袋装遗体 就像丢狗一样把乌军的遗体丢入坑中随便掩埋 甚至没有团队 有这个车里的车里的车里 把车里放在车里的车里 他们从车里的车里车里 车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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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车里车里车里 乌克兰军队大举收复 东北部哈尔科夫地区 现在却在当地找到大型的乱葬缸 埋葬的从乌军到百姓 甚至是儿童都有 另外还有许多城镇发现 严刑拷打囚犯的审问室 美国总统拜登接受CBS专访 特别再一次警告普京 绝对不要想动用核武或化学武器 升级乌克兰的战事 否则将会面临二战以来 无法设想后果 TVBS新闻与世音综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